出风波延烧至今大牙周一佩首度公开露面 穿着白色洋装出席台中的活动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牙周一佩 哇今天真的很开心耶 今夜展现完美笑容 不过已被问到是否有跟同样被陈建州性骚扰的受害者联系时 眼眶泛红哽咽落下心痛眼泪 借着大家的勇敢站出来讲 后续的问题我也会跟律师处理好 大牙周一佩一个月前发文指控黑人陈建州性骚 当时遭黑人和妻子犯为其大动作联合提告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一千万台币 不过就在7月24号晚间撤告 大牙贴出纸本民事撤回起诉状 只是这回陈建州撤销民事再提刑事诉讼妨害名誉 后续要如何应对大牙表示一切都要跟律师讨论后决定 同时也提到这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 其实做这个决定 对我来说当然压力是满大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其他的受害者 不过他也透露搭高铁一到台中就遇到暖心鼓励 才刚下高铁站然后去上厕所 然后我在排队 然后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他就在旁边这样加油 然后我一转头是一个在排队的女生 然后他就说加油 然后当下心里真的很温暖 大牙满脸通红泪珠仍不断落下 与黑人陈建州事件持续到现在 受刺出席公开活动 终于忍不住在镜头前爆哭 似乎是将连日来的委屈一次吐出 下期我们圈阳谢云珍张乃之SN小组台中采访报道